各位觀眾早晨,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堂 來到我們職場教育招,日文必答的環節 歡迎各位家庭觀眾,可以把握機會 打電話來問我們問題 我們的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 at 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是來自要財證券的研究部 高級分析員,直耀輝先生,Stanley Stanley你好 跟觀眾先看看大事的表現 恆新指數現在最新升69點 報22,110點 而成功方面有164億 國際指數方面,暫時升40點 報12,524點 期指方面,暫時升近118點 暫時低水量點,報22,113點 這次回來,首先跟Stanley聊天 都想問Stanley,對大股有甚麼問題 基本上看到今天的大股 今早上都是受惠微股方面的上升 但看到現在升幅開始 又開始,即是 即是樓層續開始見到收債的情況 因為,我想你看看這個市況 大家都仍然比較關注 都是希臘方面的危機 你看看整體港股 這個星期裏面,其實都比較多一些變數 當然剛剛提及到希臘方面 對於減赤的方案方面 到星期四才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方向 但大家會比較關注 就是在QE完結之後 即是美元方面 有些是美國經濟方面的最新發展 還有,其實今個星期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其實大倒資 就是明天就期指結算 以及星期四就是半年結束的因素 所以,在這些因素之下 對港股來看 應該會比較可望 會做好一點點 但始終,你看到一個大的方向 始終都要視乎 就是希臘方面 如果你說那邊的危機 或者那邊不斷出一些比較負面的消息 在某程度上 都可能會對大市有些影響 但你初步看 剛才提及到的期指結算 以及半年結束因素 比較利好一點的消息 在引導之下 相當於港股 今個星期 我覺得剩下幾天時間 都仍然有機會會再試一些高位 但問題是次完高位之後 例如希臘方面 萬一 當然大家都不希望那邊有什麼 特別的事發生 但問題是 我覺得市況來算 都是會視乎希臘方面的減赤情況 所以你說如果今個星期 暫時初步看 我覺得都會有機會 在一個貴結 以及其實結算的因素之下 港股的機會是會試 例如說 22,300 甚至是再高一點的水平 但如果一到星期四 到希臘股方面 有些特別的事傳出來的話 不排除 可能令大市比較繁複 好,謝謝Stanley 接著來 就想和Stanley去看看 內地食品股這個版塊 或者一起看看整個版塊的走勢 中國糧油 是做8.13元 是升超過1% 康師傅23.7元 跌1.5元 而中國食品是做6.05元 暫時跌1元 魚潤食品19.28元 暫時跌1.13元 而大成食品是做1.64元 暫時升1元 再看另外幾隻 無牛魚葉是做25.25元 暫時升5仙 胡鹽果汁3.92元 跌9仙 而中國旺旺是做7.44元 升9仙 天日果葉是做2.1元 暫時跌2仙 而合生元是做15.38元 暫時跌2仙 好 回到來看 其實最主要想問一下Sandy 你對整個板塊 最近有甚麼看法呢 基本上這個板塊 在近來的股價走勢方面 基本上都可以為個別發展 當然有部份有個比較明顯的跌幅 這個我們之後可以再講一講 但整個板塊 本身食品業 即是一些上游的業務 可能受惠程度會比較高 大家都知道在一些原材料價格方面 上升的話 變相也有利於一些食品股 即是上游方面的業務 會比較受惠一些 反而中下游 例如一些銷售 或者一些加工方面 反而會有些影響 因為始終在這方面 其實都會受惠程度的價格的影響 如果你是不能夠把成本轉價給客戶的話 變相一些公司 可能會變成毛利率方面 可能會有個受到的傷害 所以反而如果這樣看的話 其實我只認為 另外這個板塊 我本身對這個板塊都比較樂觀 但可能集中於上游業務 可能表現上會比較優勝一點 所以如果你要選選的話 都可以選上游業務為主 會比較適合 好啊 這個時候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好 電話旁邊有林小姐 不好意思 你好 早晨 因為我不在現場 我在家可不可以對著電話說 可以 可以 想問哪一隻 我想問二、三把 是港氣集團的 林小姐有沒有貨呢 有啊 我很貴買的 是十三元買的 不過我見他現在七個多升上來 那需要不需要看看 誰是可不可以走 好啊 看看港氣集團 現在股價是在做九元三豪 很細聲 很細聲聽不到你說話 那我大聲一點 聽到 現在是在做九元三豪九指 暫時升了兩豪三 那林小姐呢 是十三元已經賣入了 是啊 很久了 那我問Standy 怎樣算好呢 基本上 看你講起 其實近來都有一些消息 都關於這間公司 因為其實見到 港氣集團 本身 就是之前那個五月份 其實見到 它那個 銷售方面 因為產量方面 都是有提升的 成分出現了 之前大家會比較衝勁 就是一個限購令 就有機會取消 所以變相 其實對起車股 都有比較正面一點的影響 事實上 看你講起 本身 其實公司都提及到 一些限購令 本身對公司 都是有些消息方面 都有些影響到 所以如果一個限購令 真的要取消的話 變相對內地的 其中一個汽車行業 都是比較正面的消息 當然 好像嘉義館長提及到 都見到港氣 其實這些股價 都是比較反覆一點 之前來講 都叫做 曾經試過七個嶺這些低位 這幾天 就開始跟隨大市 以及配合 剛剛提及到 例如說 有些消息 例如限購令 有機會取消 以及港氣本身 五月份的消息 都是有轉升為升 這因素之下 其中一個股價 都有一個比較好的反彈 現在初步看 一見到股價 今天來講 都會出現一個比較 大洋中 現在去到9.4 這個位置 其實初步看 既然你說 根連股仲買過買入價 基本上13個多 其實這位都叫做比較 是 大概一年左右的高位 你的現價 和位置 都講到一段距離 但你說 看現在的手底上 都叫做比較樂觀 尤其是見到股價 先後都突破了十天 二十天到五十天線 這些位置 而初步看 其實暫時 見到9.4 這個位置 都是輕輕試 之前的高位 如果大家站在9.4 這個水平 不排除 有機會股價 會再度 有機會試回 10.4 之前 是2月份 3月份 這個頂位 所以 暫時可以給 建議加熱觀眾 暫時 我都建議 當股價升到10元以上的水平 而不能夠突破 現在10.4 這個位置 我都覺得 應該先行 如果不突破 這個位置 我都建議先行 減時部分 會比較好 如果你有見到股價 之後 有機會再下試 內地低位 如果萬一穿了8.8 的話 都可能要先行 想一想 是否應該要止蝕 因為 如果穿了這個位置 如果穿了這個位置 有機會 有機會會轉躍 所以 暫時可以有兩種種比 第一 如果股價能升到10元以上 就要看能不能穿10.4 如果不能穿 可能現在可以先沽 但問題是 如果每次去 真的會下落 而穿8.8 我都覺得 最好能減少 好 謝謝Stanley 請問 林小姐還有其他問題嗎 不是 你放一次給我聽 我聽不到她說話 是呀 基本上 我有沒有聽到她 即使用不使 即使用 近期的阻力位置在哪裏 你聽到 現在聽到 好 好問 是嗎 我在家 我再說一次 如果是的話 首先 初步先看10.4 這個位置 能不能突破這個位置 如果不能突破的話 可以先行減持 如果突破不到的話 下落8.8 如果穿這個位置 都可能要先行考慮 指示會比較好 好 謝謝Stanley 我想已經解答了林小姐的問題 亦都很多謝她的電話 我們稍後回來 仍然會有職場教育 有問必答的環節 歡迎各位家庭觀眾 可以打電話來給我們 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再聊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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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